韓國男子天團 Super Junior M 的成員 Henry 因為參加實境綜藝節目 真正的男人而逐漸打開知名度 不僅常常被稱讚聰明機靈 之後還多了暖男的形象 隨節目赴菲律賓支援風災地區 賣力的幫忙學校重建 成了非常受歡迎的孩子王 到軍犬學校拍攝時 他盡心照顧患憂鬱症軍犬的模樣 讓錄製同一節目的其他藝人都深受感動 現在更有粉絲募集Henry私底下所做的貼心舉動 這名拍攝影片的網友在地鐵出口前遇到Henry 原想上前打招呼 但他卻說了聲等一下 接著就走向在樓梯口賣餅乾的老奶奶 隨即將手中約10萬韓幣的現金禮券 送給這位奶奶 而且還刻意蹲低配合老奶奶的高度 仔細說明是哪家商店和使用方法 多次叮囑老奶奶不要弄丟一定要去使用 其他網友也補充現場的情況 指出當時Henry身旁聚集了不少的人潮 他一一向大家打招呼之後就乘坐地鐵離開 看到像這樣親切有理的態度 讓粉絲大讚Henry真是個值得效法的對象 Yes, Relation中心特別報導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